新北丹丽啊 是要扮演这些意见领袖左右明星用嘴巴说服与刺探其他玩家 暗中操盘影响投票结果达成自己的胜利条件 达成就赢得游戏 还是听不懂对不对总之向市长的胜利条件 就是让开票结果跟自己的心愿一样 市长黑的目标就是让投票结果跟市长心愿相反 网红则是要却保自己的网路声量最大 趁热家风向师 媒体大亨则是要想办法让双方吵 越凶越开心 左派大学生就是满怀理想 维护世界和平 庶民则是天生的混乱邪恶通通都反对就对了 那游戏到底怎么玩呢 简单来说游戏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看题目盖答案 桌面上会摆好四张题目卡 玩家依照顺序投票 卡片上通常是一些公民生活议题 例如 你是否同意请市长回云林吃火锅 支持的玩家就盖下圈圈立场意思是 不支持的玩家就盖下叉叉意思是 第二阶段开始嘴人 每人轮流抽一张发言卡 让你急性发挥 发言卡通常会有一个指令 例如请穿女装唱一首歌来发表你对通奸除罪话的看法 那如果是我示范的话应该会这样唱 在如此激烈又欲教娱乐的轮流交流之后 玩家们通常会确定彼此的立场 并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偷偷是坏 话说除了四位玩家台面上 有许多正反双方的乡民做热闹 你可以发钱或使用操盘卡改变选民们的投票风向 话语霸权 第四阶段开票啦 最后就是开票啦 当四个议题都开票完就可以统计胜利条件 获胜的玩家就是吵架王 当然如果玩家过度操作 很可能导致社会撕裂 有家暴乱 最终可能让四个玩家一起进入不好的结局 好大烟的感觉啊 Rodra Kill 好啦我认为一款好的桌游 除了美术质感主题有趣 更重要的是能创造深入有趣的社交体验 而众生意会就是一款强迫玩家交流交流的游戏 它逼你用花俏的方式 对生活议题发表想法 让正反双方互相激荡 题材遍及大麻合法化 居住正义假新闻甚至占男女 不管是拿来练习跟女朋友或妹妹吵架 都是一等一的炫口才神器 每次吵架都会辞穷跳真的你 轻松学会高级酸 给养脱口秀的明日之星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好好交流想法这件事 其实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用过度强硬的立场 或锐利的言辞去与人对话 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对不同的议题 都有不同的期望 最珍贵的是 能够在勇敢表达自我的时候 能够真诚地互相理解尊重其见 任何一件事 都值得我们尝试用更美好的方式讨论 而不是任由多数人的言语暴力去创造遗憾 幸运地我们有机会透过一个可能性 重新理解到 也许很多事情不一定有共识 但认真展开理性对话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邀你一起来众生议会 发表你自己的声音 激荡不同的价值观 回归游戏本身 他群工作室最喜欢做这种 看起来硬硬的新鲜桌游 还特立独行地自己 嫁了网站在那边募资 这次的游戏相较前作 有更鲜活的互动可能性 充满特色的作品 特别推荐给阿 就怕被骂的你 赞赞 那你懂得随便留言或分享 就抽一套众生议会桌游供三套 不过募资最后时间将进行 请把你没有抽奖 运想玩好游戏 现在募下去 拜托让他破200% 所生活意案 让你的女同事们围着你 求你陪他抱怨男友赞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